道政法师 信心扎根 菩萨界前言 持五界的用心 有人以为五界的内容都很消极 只是叫我们不要杀生 不要偷盗 不妄语 不邪淫 不饮酒 而认为五界只是消极地 防止自己去造恶 对众生也没什么利益啊 其实并非如此 五界很积极 它以保护一切众生的身心做出发点 我们受五界 也要很积极地发广大的菩提心 用爱护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的心去受持 我们的发心不同 就是因不同 因不同 果的差别就很大 第一条不杀生界 是要发出慈悲心 保护一切众生生命的安全 不能为了任何自私的理由 杀害众生 我们如果能持这条界 就会放出慈悲的光明 我们不杀生 就能让所有遇到我们的众生 都觉得很安心 不会担忧自己会失去生命 这就是无畏不适 我们能坚持不杀生 就和世间所有一切杀业都无关 就可以脱离世间杀生的供业 第二条不偷盗戒 佛法说的偷盗 并不只是指三更半夜做贼偷东西 或者做强盗抢银行 才叫做偷盗 佛教中 盗的意思是不予取 也就是别人并没有要给我 我们就自己去拿 就是偷盗 没得到主人同意 就把他的东西移动位置 也是偷盗 别人的东西 工价的东西 随意拿来自己用 这都是偷盗 该缴的税金 逃税不缴 这也是偷盗 我们不偷盗就是体谅众生 每一个人都不愿意 失去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东西 我们为了发慈悲心 保护一切众生财物的安全 所以我们不偷盗 我们不偷盗 就会放出慈悲的光明 一切众生遇到我们 都不必烦恼会损失财物 能坚持不偷盗这条界 世间所有偷盗的恶业 都与我们没关系 就可以由世间偷盗的 供业中解脱出来 第三条不邪淫界 是为了要保护一切众生的 真操身体 以及感情不受伤害 所以不能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第四条不忘语界 就是不可以说不老实 无意义 无利益的话 这是教我们要积极发慈悲心 保护一切众生的心灵感情 使人不要受到言语伤害 或言语欺骗的痛苦 第五条不饮酒界 就是不可以喝酒 包含不可以使用任何毒品 这是为了要保护一切众生 不要让他们因为我饮酒 而受到危害 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自己的身心 精神 智慧 有健全的身心 才能为众生做最有意义的贡献 总之 一个人如果时常能 有这种善念慈悲的原则 自自然然身心都会清静 自自然然会放出光明 自自然然就有福报智慧 戒律的体相用 妙法莲华经观世 因菩萨普门品 李友谊手记 悲体戒雷阵 词一妙大云 树甘露法语 灭除烦恼焰 这是赞叹观世 因菩萨的记子 同时也是对戒律 很好的形容与描写 和观世 因菩萨一样 戒律的本体 也就是大慈大悲 悲体就是以 大慈悲为本体 戒雷阵是赞叹 观世 因菩萨的持戒 好比雷电 有震动大地的功能 我们由此可以了解 戒律的功能作用 就好像雷电一样 在乌云密布当中 放光动地 我们的心 时常在烦恼 乌云密布当中 戒如同雷电 透过万里长空 放光照耀 我们心中念戒的那一刹那 就好像雷电放光 雷声响遍虚空 那一刹那 也使我们看清楚 天地的光景 唯因震动 震动了我们 迷迷糊糊的心地 唤醒了我们 睡得沉沉的佛性 这就是第一句 悲体戒雷阵 第二句 慈意妙大云 慈就是让众生安乐 慈意就是要使众生安乐的心意 妙大云是说 好比广大了云彩那般美妙 这一句本来是称赞观世音菩萨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来了解 形容戒律 戒律是由要让众生安乐的心意 所发起的 它的特色 好像一大片的云彩 可以遍布虚空 很柔软 很自在解脱 天空的云 看起来有形象 但是要抓去又抓不到 它不受形象的束缚 在适当的实际应众生的需要 云彩可以变成干露水 变成清凉的雨水 灭除一切烦恼的火焰 戒律的功能 就是如同第三句和第四句所讲的 束甘露法语 灭除烦恼焰 用甘露法语灭除我们心中的烦恼 就是戒的功能 普门品这首技 是称赞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但是也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戒的本体 戒的相貌和戒的功能作用 再说 持戒的发心会有不同 所有表面上 虽然好像是持同一条戒 结果却完全不同 我们用辟语来讲 好比射箭 一支箭放在弓上准备要发射 当发射的那一刹那 它的方向和力量就已经决定了 这支箭到底会射到哪里 能否射中靶心 是在发射的那一刹那就决定了 箭射出之后 就不可能改变方向 下面我们用不杀生来说明 同样是不杀生 但是每个人心境不相同 所发出来的心念也就不同 当然力量不同 影响也就不同 好比射箭 力道不同 方向不同 当然结果也不相同 同样是不杀生 有人可能觉得杀生很可怕 不敢摸那些动物 觉得杀了以后 血淋淋的又很肮脏 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衣服 地板 所以不杀生 这是一种不杀生的心理 另外又有一种人 他曾经听人说过 放生可以延长寿命 杀生会减短寿命 他也知道把动物杀死 动物很生气 很怨恨 会来讨命的道理 他为了怕动物来讨命 对自己不利 果报很不好 怕自己会减瘦 所以不敢杀生 这是另外一种心理 还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而不杀生 他听说现在动物都注射荷尔蒙 抗生素 为人工饮料 这种动物若杀来吃 结果是吃了毒素 并没有什么营养 对身体很不好 他又听说 动物被杀的时候很恐惧 所以体内会放出毒素 留在动物的肉和血里 所以吃动物的肉 反而不好 会损害健康 他为了不要损害健康 就不吃肉 所以不杀生 这又是另外一种 不杀生的心态 另外有人不杀生 是将心比心 他想到自己的手指头 不小心被刀切到 流一点血 就那么痛了 如果将对方杀掉 他的伤口那么大 血流那么多 那不是很痛很苦吗 想想自己那么怕死 动物也会怕死 何必惊吓他 使他痛苦呢 这是体会到对方的痛苦 不忍重生受苦 才不杀生 像这种不杀生 就是发自为对方 设想的慈悲心 用这种心持戒 就会持得比较自然 比较坚固 不容易动摇 不会受别人引诱 就赶快跟着去吃肉 或者去打猎钓鱼 另外又有一类人 他因为了解到 一切众生 可以说是本同一体的 就好像我们的手和脚 是一体的关系 不管我们是用 左手砍右手 或者是用右手砍左手 不管是用手砍脚 或者是用脚砍手 受害的其实 都是同一个身体 他了解到杀生的结果 就是杀自己 甚至可以说 杀生的同时 就是在杀自己的佛身 他痛的时候 同时就是我在痛 这是了解到 大家都是同一体的关系 自自然然 根本就不会去动 任何一个杀生的念头 下面我们说个鬼故事 让大家自己去体会 有个人很勇敢 自认不怕鬼 他听说荒野外 有间鬼屋 晚上时常阴风阵阵 有鬼在那出入 甚至听到鬼在哭 他听了很不服气 就很勇敢地要去捉鬼 他选了一个 烈阳高挂的好天气 全副武装 连枪都准备好 搬到鬼屋去住 他先趁天亮时 四处查看 发现除了很久没打扫 四周布满蜘蛛网 和尘土以外 没什么异状 门横老旧 开始会发出 唧唧嘎嘎的声响 白天 他就自己笑笑 安慰自己 壮壮胆 到了晚上 天色越来越暗 风越来越大 他一想到所有的传说 就毛骨悚然 感觉阴风阵阵 嗖嗖 他很害怕 赶紧躲到被窝里 把枪拿好放在手上 准备随时一发现鬼 就可以打鬼 咦 为什么怪怪的 床开始动起来 一看 眼前有一个白白的东西 在那里摇来摇去 抖来抖去 哎呀 大事不妙 鬼来了 于是赶紧开枪 你们可知道 发生什么结果 隔天 他变成了跛脚 因为他开枪打到了 自己在那里 抖来抖去的脚趾头 当然这是个鬼笑话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是要打鬼 结果会打到自己 我们不要想要杀生 结果会是杀到自己 持戒的根本信心 佛在梵网经菩萨戒也说 汝当是成佛 我是以成佛 常做如是性 戒贫以具足 这句经文 是很重要的基本信心 佛告诉我们 我们是会清醒 是将要觉醒成佛的人 他是已经觉醒成佛的人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 就会觉醒 如此戒贫就具足了 所以说要具足戒贫 最重要就是信心 相信自己会醒 会成佛 汝当是成佛 我是以成佛 常做如是性 戒贫以具足 我们用辟语来了解 我们和佛本来像是一家人 而且是最富贵的人 住同一间房子 花园 设备 所有的财产 福分 才能 等等都一模一样 只不过佛没有睡着 他很清醒 所以每样设备 每样财产 都可以自由使用 而我们只顾着睡 只顾着做梦 生活在自己的梦境中 结果屋内原有的 一切富贵设备 虽然我们同样拥有 并未失去 但是却都用不上 自己的花园 虽然开满了花 但是我们睡得紧闭双眼 什么好花都没看到 什么鸟棉花香 也都没享受到 本来屋内有很好的音响设备 但是我们睡着了 变成没有听到 本来冰箱里头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却都吃不到 有七宝的游泳池 也都没去游泳 我们睡得很沉 可以说一切设备 一切福报 都好像失去了一样 这是好像失去 但是事实上并未失去 只是不能用而已 如果我们清醒一些 就可能听到音响 若是醒过来 就可以再用到 本来的音响设备 就好像失而复得一样 其实那都是 本来就有的设备 如果我们再清醒些 就可以重新闻到花的香味 若更加清醒 就可以又重新看见 无内一切美丽的设备 若没清醒 睡梦中眼睛都闭着 世界暗暗的 屋内装潢虽然很漂亮 我们也看不见 为什么有装潢 却看不到呢 因为被自己的梦境挡住了 被自己的眼皮遮住了 接着他们的目标 《恢复红色》 内装潢虽然很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